今天我们讲三个问题 一个是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一个是古代汉语的语序 最后是古代汉语的被动表示法 其实这三个问题 在讲语法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已经做了简单的说明 那么之所以还要提出来讲 因为这三个话题里面 一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有很多争议 比方说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这个细词是究竟是什么时代产生的 最近两年还不断地有学者写文章 甚至还有专门的著作 特别是有的学者到现在还坚持认为 汉语的细词是 从远古汉语三千多年以前 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过 所以我们把这种观点拿出来讨论一下 看一看他们论证问题的逻辑 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关于古代汉语的语序 那更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都有 这个很大争议的一个话题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有几个学者 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普林斯顿假设 认为汉语的语序 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大的变化 在甲骨文时代 在远古汉语当中 汉语的语序是所谓的SOV型的 也就是主语加宾语加动词 但是到了上古汉语变成了SVO 到现代汉语又变成了SOV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用来作为语料的 这个现代汉语作品当中 宾语在动词前面的数量相当多 为什么呢 因为有把字 他们认为现代汉语的把 是宾语提前的一个标记 这样的这个统计结果呢 就是宾语在动词前面 比在动词后面还要多 所以怎么样来看待汉语的语序 怎么样来看待古代汉语的语序 其实还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所以我们把一些问题提出来 供大家在下一步的学习当中 进一步认真去思考 那么关于古代汉语的被动剧 近些年有学者就提出来 上古汉语根本没有被动标记 所谓用来引出失事者的语 实际是一个引出广义出所的成分 我们学过的文献里面 大家可能感觉到 其实上古汉语真正用语来表被动的用力并不多 左传当中比方说参卦于木而止 你也可以说是参在树木上被挂住了 不一定 那么我们把鱼看成被 被树木所阻挡 因此车子只好停下来 这是一种翻译的方式 见 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遭受意的动词 所以见遗见杀都可以翻译成是遭到怀疑 遭到杀害 所以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古代汉语法的时候 观察古代汉语法事实的时候 怎么样避免用翻译的方式替代对语言现象的 语法现象的分析 怎样避免这样一种不应当的错误的倾向 但是事实上很多学者在具体的研究当中 并没能够避免这样一种错误 所以我想主要的内容大家可以看教材 我们在这儿主要是讨论一些问题 就是把这个轮廓介绍之后 主要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 关于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我们想讨论四个问题 一个是判断句的界定 一个是类型 还有就是判断位于前面 在古代汉语当中 经常会出现一些修饰性的成分 也就是脊 乃 泽 等等 这些东西是不是判断词 在学术界有争议 所以我们要拿出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细词式的来源 及其产生的年代 通常来说 大家在中学语文课里面已经学过 在给句子进行分类的时候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比方说根据这个语气 我们可以分出疑问句 陈述句等等 那么根据谓语的语法形式 我们可以分出 这个形容词谓语 名词谓语句 形容词谓语句 动词谓语句等等 判断句实际上是根据谓语性质 给句子所做的一种分类 从形式上来看 判断句的谓语一般是 名词性的成分 而从意义上来看 判断句是对事物的属性特点 等等进行判断 这是一般语法书上 给判断句做的定义 就是说判断句是对事物的属性 做出判断的一种句子 更进一步说的话 它是 这个判断谓语是说明 判断主语的 跟判断主语之间 存在等同关系 或者是类属关系 等同关系 或者是类属关系 在现代汉语当中 这个判断句 主要是用一个细词 是来表示 而古代汉语里面 不用是 那么在古代汉语当中 通常都是根据 这个表示判断的一些 虚词 这些虚词我们可以同意 或者是特定的句式 无论是 无论是句词还是句式 都是语法形式 或者是语法手段 在古代汉语当中 表示判断的 语法形式 有四种 第一是 如语加未语加也 这个也是一个句末语其词 用来帮助表示判断 比方说 智言语也 这个 言语和智之间 是一个 类属关系 就是说 显耀的诚语 肯定不仅是 智这一个地方 而智是类属于 这个 显耀的诚语 这其中的一元 再比方说 截天子 恶明也 我们看 这个截天子 本身 是一个 微磁性的成分 但是在这里 已经指成化了 就是截天子 这种事情 是 恶明 类属于这个恶明 这是第一种形式 第二种形式 在诸语的后面 加上一个 折 这个折是用来 复制前面的诸语的 用来复制前面的诸语 比方说 兵者 凶器 也就是兵器 这种东西 兵器这种东西 是 不吉祥的器物 陈圣者 阳城人 也 陈圣这个人 是 阳城人 南明 这个地方 就是人们 所传说的 天池 所以 所以 后面这个折 总是用来复制前面的主语 第三种形式 只用 主语 加折的形式 俱末语习词 也可以不出现 这就证明 实际上前面这个 俱末语习词 是用来帮助表示判断的 它并不是古代汉语 判断句的 必须的一个成分 库里列传里面 兵者凶器 战国策里面 狐者 利虫 就是老虎 这种动物 是 一种比较 残暴的动物 虫 就是动物的意思 是 古代动物的一个 泛称 所以古代 把 这个 鱼叫做 鳞虫 有毛虫 还有裸虫 裸虫者 人也 最后一种 既然 俱末语习词 也 只是用来帮助 表示判断的 并不是 判断句的必有成分 同样 这个 复制主语的 折 也只是在 客观上起到 标识 判断句的作用 也不是判断句的必有成分 因此 只要两个 名词性的成分 放在一起 在客观上就可以起到 判断句的作用 大家一看 是炎帝之少女 这 这个 这种鸟 原本是炎帝的小女儿 不用也 不用者 更不用细词 汉书里面 唐一辅 唐一辅 是胡人 就是把两个名词 放在一起就可以 所以 假如我们来概括一下 古代汉语 判断句的基本形式的话 就可以用这样 主语加位语 者和也 加上括号 就是可以用也可以 不用 这就是古代汉语 判断句的 这个基本形式 如果是表示 否定判断的话 就在判断位语的前面 加上 否定副词非 好 这是古代汉语 判断句的 基本面貌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例子 金晶不度 非至也 那么判断主语 是金晶不度吗 同样下面 位置君子 而设置 非离也 前面是一个陈述 这种情况 该怎么看 再考虑一下 这样的判断句 怎么看 那么这都是否定判断 有的学者认为 像这样的判断句里面 都省略了 一个副指的代词 应该是金晶不度 此非离也 或者是非离也 位置君子 而设置 此非离也 好 这个问题 留给大家继续考虑 下面我们看 判断位语前的修饰成分 很多古汉语法书里面 都说 古代汉语 其实跟现代汉语 最大的不同 就是古代汉语的细词 特别多 不仅有是 有为 还有即 皆 必 则 乃 素 都是判断词 我们说 这种看法 其实 是错误的 其实这里面 我说都是副词也不对 因为像则 其实是一个廉词 不能看成副词 假如我们一定要 从这个语法分布上 就是它使用的环境来看 则的确是经常直接用在 主语和谓语之间 似乎跟副词的 句法特征相似 但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成是 连接性的副词 但是它肯定不是细词 我们下面 看一些例子 乌山乌峡里面 单山西 即乌山哲也 这个地方用哲 很清楚 它是用来复制的 就是单山的西面 就是乌山这座山 有了这个哲 因为前面已经出现过 对乌山的论述 所以这个地方加上哲 来复制一下 这个乌山的确止性就更强了 我们说这个集是旧的意思 不相当于旧式 虽然很多著本 包括我们课本上 有些集就 著成旧式 那种注释是错误的 这个是 是由主语和谓语之间的 关系 由于这种关系 而翻译出来的 好 下面 若辞者慎重 皆邦雅所运 这个阶 是总或前面的这些 或圆如丹 或方思寺的这些石头 是总或这些石头的 也就是说 皆只有都的意思 没有都式的意思 王邓国者 必此人也 有的学者就认为 这个必是一定式的意思 其实如果把必 看成一定式 那么也 就比较奇怪了 其北则大跃之 康渠之属 这个则字 大家看一下 怎么分析比较好 有的学者说 这个则是旧式的意思 或者式的意思 它的北边 就是大原国的北边 是 大跃之 康渠 这一类的国家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 则其实 是一个廉词 在本质上是一个廉词 在我个人看来 如果在一个主语和谓语之间 出现了则 意味着前面的主语 本身是一个论断 就先说这个大原国的北边 如果说到它的北边的话 那么是这些国家 所以 当然这个 其北和谓语之间也可以加吉 其北 吉 大跃之康渠之属 那个吉就是一个副词了 历十六的这个历字 是很多国汉语法书里面经常举的 就是乃 是旧式的意思 孟长军听到冯轩 在那里弹剑甲唱歌 然后就问手下 说这是什么人 然后手下就回答说 就是那个唱 长甲归来的人 这个奶字是不是很像判断词 很像细词 其实这个奶还是加强确认语气的一个副词 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